哈囉 大家好 我是益勝 歡迎收看每週晚上10點的益勝說給你聽 在這邊跟大家戳輸股市的大小事 今天總共要四件事情跟大家報告 分別是三件法案的追蹤 以及中國限電的政策 還有伺服器概念股的整理 最後則是一樣帶大家來回顧 上週外資投信同步買超的前20名的資料 那我們正式要進入主題之前 一樣請大家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接下來最新的影片 好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開始來進入今天的主題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之前在益勝說給你聽 曾經跟大家提過的法案之一 就是歐盟預計要統一整個行動裝置的接口 那根據最新外媒的報導 歐盟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已經提案 未來在歐盟境內銷售的行動裝置接口 將統一為Type-C 那也就是說未來不管你是智慧型手機 筆電還是平板電腦 都將被要求要更換為Type-C的接口 那我們也有提到 如果真的統一採用的接口為Type-C 那對蘋果的影響將大於非平陣營 那目前看起來蘋果旗下的行動裝置 幾乎只剩下 iPhone還沒有導入Type-C的接口 其他呢 包括iPad或是MacBook等平板電腦還有筆電 都已經開始導入Type-C的接口 好 那相關的廠商 各位呢就可以自行來觀看 我們提供給大家的這相關的一個資料 好 那接下來呢 第二件事情跟第三件事情 也是呢我們持續 帶大家來追蹤的一個相關的重要的法案 包括呢第一個就是美國債務上限的問題 好 那在這裡呢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如果美國美債的上限沒有通過 那麼美國聯邦政府將在10月份 當中的某個時間某一天 把之前續命用的 非常規措施政策用盡 那到時候呢就無法再支付帳單 造成呢它的一個違約的風險 就算這個美債上限通過了 大家呢也不見得可以呢高興的這麼早 原因是呢 美國債務的一個上限問題呢 只是被延長到明年2022年的12月 那我依然呢保持跟之前跟大家講看法一樣 也就是說呢美債的問題 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可大可小的問題 而且呢常常偶爾就會來一次啦 當然呢接下來這個法案呢就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呢大家應該還記得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提過 有關於呢這個國內電子支付相關的法案嘛 對不對 因為呢我當時提到不同的支付工具之間 可以轉贈的時代準備來臨 那目前呢銀行局已經核准 跨機構的轉帳 繳費 繳稅等等的功能 那所以呢未來呢像是 現在大家呢已經開始陸續很常 使用的就是像接口 幽油部啊LightPay Money等帳戶 就可以開始相互轉帳 那其中呢這個轉帳功能 會在今年的10月很快就到來 就可以開始上限 那至於呢這個繳費啦或繳稅 功能預計在今年第四季也可以上限 那以上呢就是呢針對於我們呢 三大事件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後續追蹤 持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緊接著呢第二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就是 這幾天啊那麼影響整個盤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呢產業的資訊 就是在中國限電相關的一個議題 近期呢全市場都在猜測中國限電的原因 那我這邊提供給大家兩個可能的理由 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個呢比較直覺的理由呢 會是中國要達成2021節能 減排的一個目標 這個是他來實施呢相關的對應的措施 特別呢在年底前 還有一段呢要達成的一個政策目標 接下來呢就是可能的原因 就是他的所謂的一個藍天計畫 那這個可能就比較少有觀眾朋友會注意到 不曉得呢各位知不知道在當時2008年北京呢 他舉辦夏季奧運會的時候 中國政府就曾經關閉了北京附近工業區大量的工廠 而那一次的操作讓整個大家俗稱的奧運籃取得了成功啊 明年2022年2月4號開始呢 又要再舉辦所謂的東奧 是在北京舉行 所以呢這個藍天計畫 當然有可能會提前來做一個暖身 像是呢之前中國最大的鋼鐵生產中心唐商 他的一個延長現場的行動 就是為了配合這個藍天計畫 那也許呢是為了這個東奧啦 那也許是為了他們接下來的國慶 那不管呢這個限電的理由為何啦 其實對台廠或多或少一定都會有所影響 那目前比較確定有限電停工的審分是包括廣東、江蘇、浙江、安徽 還有山東等等 那像是蘇州是我們這個面板大廠 友達在中國的生產重鎮之一 那江蘇的崑山則是代工廠的一個重鎮 當中呢包括合碩、偽創、人保都有設廠 那最後呢還有像是廣東還有江蘇 都是呢PCB重要的生產的一個基地 那目前初步的消息是限電會到9月30號 那各位呢可以查一下自己手中的個股 生產的基地主要在哪裡 並且持續追蹤中國在限電方面的一個發展 因為陸續呢應該啦 各家公司都會有相關的資訊出來 然後提供給大家後續呢可以再進步的再做追蹤 那未來我們也會陸續的再跟大家推出 來介紹呢包括AMD的供應鏈 或者是呢這兩大廠都有共同提供的一個雙供應鏈的一個 等等的主題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這一集益聖說給你聽呢 我先請我們的團隊幫我整理一份簡單的 伺服器產業的一個相關的表格 主要呢跟大家介紹跟伺服器相關的個股有哪些 而這些個股它主要的體材又是什麼 好那我這邊呢先簡單的帶大家呢來看一下 包括呢第一個就是呢我們針對於呢組裝廠的部分 還有呢散熱模組這個相關的一個廠商 那第二頁呢則是涵蓋呢近期非常夯的 就是包括銅箔基板PCB甚至呢散熱均熱片的部分的廠商 那第三頁呢則是針對於呢高速傳輸 還有電源供應器機殼等等的一個供應鏈 以及最後包括了伺服器相關系統整合 還有呢線材等等連接器 還有導軌的一個廠商 在這邊呢我們先簡單的帶大家看一下 那歡迎大家可以自行截圖 甚至進一步的呢來研究相關的個股 那後續呢我們可能會在益勝向前看 那陸續呢再帶大家來做更多的一個探討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依然喔最後就是要帶大家 來掌握上週外資投信同步買超金額的前20名的一個名單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那麼在上週呢外資投信同步買超的一個標的裡頭啊 那麼比較特別的呢就是呢包含什麼 包含呢近期啊我說因為籌碼喔相對比較乾淨 獲利也比較僵 那或許呢也有一些做上的體材 在一些呢高價IC設計的部分 那裡頭包括現階段的一個股王 CDKY 股後 信華 甚至呢二氏五氏的聯巴科 這樣的一個族群高價IC設計 那其他的部分比較多都是屬於一些 整理比較久基期比較低的一個個股 包含呢一些老電子股大電子 還有呢就是廣達啦音樂達可成等等 這些呢可能呢過去大半年比較沒有漲到 那還有就是呢塑化原物料這樣的一個素材 那麼特別是呢醫生在下午茶時間跟大家講到 那麼我說這段時間呢我說塑化 主要呢相對比較強的各位會發現四檔標的 其實都是上週兩大把人同步買超的 包含台塑南亞台劇亞劇等等 那其他呢可能包括航運的長榮陽明啦 甚至呢還有就是一些都是基期比較低的個股 那大家呢可以自行參佐 那代表呢把人這段時間啦操作呢已經開始啦 除了少部分作帳體材之外 那麼鎖定的都是籌碼符合相對比較乾淨 還有呢就是基期比較低的標的 那這屬於呢相對比較呢防衛型的標的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今天呢益勝說給你聽呢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呢大家會喜歡 最後呢記得還是要幫我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益勝持續說給你聽